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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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不容易 这位少年英雄请进来 机会浮现出一缕笑意淡淡说道 姬子月向叶凡传音 不要介意啊 我将大虚空树传你 确实是很严重的事情 等我向他解释后 想来他会理解的 叶凡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姬子月亲自上前 拉住叶凡的手 带着他向客栈中走去 就在这一刻 叶凡感觉到老玉击毁 面色一沉 紧接着听到传音 年轻人 不要和紫月走得这么近 你要知道 姬家女儿犹如神月 高悬在天 你救了她 我会补偿你 给予你后报 至于其他 你知道该怎么做 你放心 为她根本没有什么 叶凡传音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 没有什么最好 姬慧没有多说什么 当先向离走去 来到屋中落座 姬慧很关心姬子月这一路的遭遇 认真而详细地询问 了解了每一个细节 孔雀王太狂妄了 想杀浩月 还想掳走你 真是 姬慧满头白发轻舞 家主与遥光圣主都出关了 专为他而去 这一次纵然不能将其斩杀 也要让他付出巨大的代价 此荒谷时代传承下来的大势力不荣辱 孔雀王八百年前招惹了遥光圣地 如今又对姬家出手 这两个古老的传承动了真怒 圣主联手 极其罕见 随后 姬子月去洗漱 一路逃亡 他衣衫褂褛 狼狈不堪 确实需要整理一番 这位少年英雄 你想要什么 我姬家可以补偿你 姬慧转身望向叶凡 他面色平静 没有什么表情 没有所谓的热络与感激 这样做 无非是在告诉他 姬家高不可攀 纵然有恩 也完全可用其他方式暴打 叶凡巴不得这样 他从来没有想要进入姬家 只要伤势好得差不多了 他会立刻远顿而去 姬家从来不会亏欠别人 无论什么样的恩情 我们都有能力偿还 机会 怕叶凡听不出弦外之音 进一步说道 你想要什么 在这个世上 除了天上的日月 没有我姬家拿不出的东西 我们会彻底还清人情 联想到不久前的警告 此刻意思已经非常明显 让叶凡明白彼此的差距 拿到东西后早点离开 叶凡有些反感 他辗转万里 身受重伤 护送姬子月回来 对方居然这幅姿态 当下很不厚道的开口 其实 我一直想往传说中的荒塔 真是想见一见 叶凡心中暗自撇嘴 你不是说除了日月外 什么都能拿得出来吗 那就拿出荒塔来让我见识一下 极会脸色一致 而后露出淡淡的笑容 说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需要 多则一日 我伤势复原 会马上离开 你尽可放心 机会脸色一沉 少年人 不要多费心思 我们有恩报恩 不会欠下人情 到了现在 老玉也没有什么可掩饰的了 多少有些傲然 他绝不能容忍 姬家的明珠与这个少年过于亲密 你还是尽快选择吧 然后我派人送你离开 说到这里 机会似乎已经失去了耐心 叶凡点了点头 好吧 机会直接撂当 可以让人感受到那种傲然 好像送出通灵武器后 叶凡占了多么大的便宜似的 叶凡的心中更加反感了 他曾经得到过三把通灵武器 虽然被无良道士抢走了 但毕竟拿到过手中 前辈既然非要送我东西不可 那就送我百八十块圆吧 或者送我几车灵药也可以 既然对方如此冷漠 叶凡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现在谈人情的话实在是伤财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不起别人的心意 你倒真是敢狮子大开口 机会灭碎一僵 而后点了点头 既然你不要通灵武器 我便送你一块圆 才一块 叶凡付匪也太抠门了吧 既然你带他去取缘 机会吩咐道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管事公升答应 向叶凡做出请的动作 而后在前面带路向外走去 他们来到一座院落中 那里有一座晶莹闪闪的玉年 看起来不过五六米长 但却给人一股浩大的感觉 叶凡跟随名为鸡人的老管事登林碾车 当进入里面的刹那 多时让他有些惊讶 内部开阔无比 根本不像是一辆车 倒像是一个巨大的洞府 内部一片温润 流光一彩给人一很梦幻的感觉 这是以玉石开凿出的洞府 被祭连成了碾车 非常的神异 仅这座玉年就价值连城 不要说寻常的修士 就是一般的门派 都无法拿出这样的财富 既然这样说道 叶凡明白了 机会让老管事带他来此地 同样为了告诫他 两者间天底之差 不要有什么想法 鸡人将叶凡带到一间宝库 里面锐彩缭绕 陈列着很多武器 有的杀气森森 有的神光炫目 有的古朴陈酒 眼下仅此一块儿圆了 不过足以还上你的恩情了 鸡人声音平淡 没有什么感情 从宝库中取出一个玉盒 递给了叶凡 这哪里是报恩呢 分明是交易 连一个管事都这幅姿态 叶凡心中不爽 但是演一下却不要白不要 不然可能还会给自己找麻烦 当打开玉盒的刹那 顿时有一股清纯的生命 只能冲出一个拳头大的圆 晶莹闪耀射出点点霞光 有彩物在里面流动 这么大的一块圆 确实非常珍贵 而且很纯净 没有一丝杂志 绝对成型于太古前 蕴含有大量的生命精气 连这名很冷淡的老管事 此刻眼中都闪现出一丝异彩 似是有些心动 当回到大厅时 姬子月已经写书完毕 正在与姬慧交谈 笑语嫣然 姬慧对叶凡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就在这时有人禀报 太玄画云飞求见